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迪思思 古典乐不难懂听我讲就对了 在我之前一些唱片推荐视频里呢 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我觉得比较值得听的唱片 比如像这一期我推荐了四大小鞋 四个我喜欢的版本 还有这一期是三首我比较喜欢的大金鞋 一些比较经典的版本等等 但是在留言和私信里面 很多朋友都跟我提到同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推荐的有些手版唱片真的好贵呀 想想确实也是啊 你说一个塑料片片卖个几百几千块钱 评良先生说是有点贵 那么那些高价唱片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格 他们好在哪里呢 能不能找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平级唱片呢 高价唱片值不值我们先不说 但是这期视频绝对值你一键三连 因为可以帮你省钱 三连了吗 那我们现在开始省钱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曲子 可以说是上到99下到刚跪走 没有不喜欢的 也是任何一个小提琴家绕不过去的景点 他就是我们的大神巴赫 他写的小提琴五半奏奏名曲与族曲 可以说每一个小提琴家到最后都要怀抱巴赫 这首曲子呢 初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单调 因为是一个人从头到底这样拉着 但是当你多了解了一些 你就会体会到巴赫的这种深不可测 嗯 说到巴赫小吴的版本呢 那真是多如牛毛 常见的版本呢 大部分都不太贵 但是有一套除外 就是这套 法国巴洛克小提琴家 Bateke Bissmut 用巴洛克小提琴演奏的小吴 这个版本可能很多朋友都没见过 我也只见过一次 我在唱片天看到的时候 他居然要卖500多欧 就两张唱片哦 我就这么纠结了一天 他居然就卖煤了 你们知道这种心情吗 就是他在那里摆着的时候 我还会纠结买还是不买呢 但他一旦收请 我就突然 好想要啊 一到家 我马上就去查了这套唱片的祖宗十八代 这套快5000块钱的唱片 速度呢 比一般的录音快一点 用的是一把1758年的 法国制琴是 Bateke Flery制作的巴洛克小提琴 银色是很不错的 音乐处理呢 我觉得也蛮符合巴洛克的风格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演绎 可是价格确实高 我查了一下 这么贵的原因呢 因为是发行量实在是太小了 各大平台几乎看不到他的踪影 发行的公司呢 也是一家总共只出了几十张唱片的小公司 2008年的时候 他还再版了一套黑胶唱片 在全球只发行了区区一百套 我呢 是从来没有见过 但有了这次的经验 一旦被我碰到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 放弃 放弃 因为肯定也是天价 实话是说 这套唱片的品质 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它到底值不是那么高的价格呢 我个人是觉得性价比 有点偏低了 如果不是特别有必要 我还是不推荐大家 花这个价格去收藏这套唱片 现在呢 我就隆重给大家推荐一个性价比超高的平气版小屋 它呢 非常容易入耳 很适合第一次接触这个曲目的朋友 而且呢 价格也不贵 非常容易找到 它是由菲利普公司发行的 由比利时著名小金家格鲁米尤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录音 大家不要被这个六十年前的录音吓到 其实这套唱片的音质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格鲁米尤拉琴的风格儒雅 清新不作作 我认为格鲁米尤的巴赫是 那个时代的小金家里面 比较接近巴赫原味的 但它同时又加进去了一些 现代小金的演奏技巧 使得欣赏起来没有那么累 比如在第一小金奏鸣曲的副歌里面 大部分演奏家都是把和弦风解开的 而格鲁米尤呢 却是这样演奏的 总体而言 格鲁米尤的巴赫给人一种既高贵大方 又和蔼可亲的感觉 如果说更富有个人特色的 像谢林或者米尔斯坦 甚至海菲兹的版本 或许更耐听 但格鲁米尤的巴赫小物 在我看来绝对是入门者的首选 让你可以在一个很轻松 很优美的氛围里面 进入到一个不加修饰的巴赫的世界 在认识巴赫的同时呢 又完全不反应你之后 继续欣赏其他的版本 对于小金鲁演奏者而言 格鲁米尤的版本是一个可以被模仿 被学习 而效果还很不错的版本 更重要的是 它很好买 价格还这么友好 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这期呢 除了这个省钱小妙招 我还有一个重大讯息要宣布 在后续的视频里面 我会掏出这些年花真金白银换来的经验 给大家盘点一下 现在市面上那些贵的离谱 贵的莫名其妙的点 到底好不好 到底值不值这个价 你们呢 如果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上篇 也可以给我留言 让我先给大家探探路 不是免费的 明码标价 一键三连 那下期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